2 秒鐘 我們沒有再次出場 他們打賭了 離開球 不要觸碰它 讓敵人給你打球 因為他們不會開始比你打球 所以沒有人去打球 你直接去這個位置 打球 好 我們先防守 我們先防守 從那個防不住開始打球 不擊不打球 不打球 站好站好站好 不要 別離開 不要 別離開 別離開 離開 你只是站在那裡 敵人敵人 敵人敵人 5 4 3 2 1 好 比賽 我們要看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辦法說 我沒辦法說 我認為我們有機會 勝出 你們都很準備好 明天 所有隊員會 立即集中 立即 好 出發 1 3 1 2 3 對 根據我們現在的這個 目前我們隊裡的身高不夠 不如對方 所以我們就要打快 用我們的凶狠的防守 積極的拼搶 去彌補我們身高上的劣勢 我們用一個 X型的戰位 去開始我們每一次進攻 我們每一次進攻 我們不會叫任何口號 我們要根據球 持球人 傳球的方向和它的移動 其他人去判斷 你該怎麼移動 這個戰術體系就是為了 針對這個老馬這邊的陣容 發揮我們自己的速度優勢 避開我們自己的身高劣勢 然後讓大家在場上不停地移動 然後球不停地轉移 然後以此來尋找更多的得分機會和空位 我覺得我們這套戰術很有針對性的 只要我們在場上能夠發揮出來 把戰術跑到位 執行孫燕老師的戰術的話 我們會有很大的勝算 往線在這兒 高空隆在這兒 張子一在那兒 然後劉翼在那個腳 然後你在中間 我現在想郭劍很多的進攻發起點 都是以你為高 所以你要盡可能地在滑球線 要撈位接撈球 我們第一個製作一吧 黃旋先上給你球 黃旋先溜 然後 要讓你溜 然後他們兩個上來 你可以任選一邊去做有球的擋拆也好 對手地手也可以 可以傳球 可以擋拆 過去 對 移動起來 對 其實這幾個戰術就是進攻體系裡的一個整體的一個變化而已 那一呢就是可能更多的是利用外線隊員的無球空切 製造上籃的機會 讓大家在場上移動起來把空間拉開 二的話也是兩邊的四十五角的球員和底角的球員 做一個相互移動的擋拆 然後尋找更多的投籃機會和空位 他在上面就是不好接球的話 就直接喊三 你接不到球 有人防你接球 去給弱策的人無球掩護 我覺得越哥今天的訓練內容非常有針對性 主要就是把我提到高位 然後拉空那邊 然後通過不斷的空隙和穿插 然後衝擊那些 形成錯位 針對不同情況 設置了不同的放手類型和那個 這樣的話可以在臨場比賽 出現不同情況 我們有更多的選擇 基本上就是這些 記不住的回去大家就相互問一問 但是就算到時候記不住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記住一點 特別重要就是 咱們一定不能扎堆 就不能所有人都擠在一塊兒 這樣誰都沒機會 好吧 下面我要宣佈一件事就是 要請所有隊員到四號館集合 有一位資歷很深的籃球大神 然後帶領一隻神秘的隊伍 將在孟之隊晉級賽之前 對你們進行一場試練 我覺得神秘儒可能會跟我們 後面的比賽有關係 到現在這個階段 基本上已經回歸到最純粹的五打五了 類似於給你一定的 勝方會有一定的權利 有請測試賽對陣人 就是灌籃第二季我們測試賽的階段 那在我們的紅藍兩支隊伍正式開始對決之前 你們的籃球發起人白靜庭 為大戰的兩支隊伍 大家邀請到了一支測試者戰隊 我們的紅藍雙方呢 將會分別與他們進行五為五的對決 而最終我們測試賽的結果 對於最終的比賽也至關重要 我們的勝方將可以觀看另外一方 在測試賽當中的比賽視頻 來調整自己的戰術和陣容 而我們輸方的主教練 在我們最終晉級賽階段 第一節將不能夠在現場指揮 現在來認識一下我們的測試者戰隊 BETA戰隊 首先是我們BETA隊的隊長 中國接球第一人日落東端接球賽事 創始人吳優 我知道對手是吳優他們 我還有點期待 因為優哥在籃球這個圈子裡 有很廣的人脈嘛 他組的球隊實力肯定是不會弱的 吳優在接球界的位置 應該是一個無人的撼動 這麼一個位置 當中國接球處於一個低潮的時候 是他站出來 為中國接球做了很多賽事 做了很多推廣 他也算一個先去疾敵的人物 所以我也很尊敬他 中國的接球王這個稱號 當之無愧 其實更多的來的目的是 通過比賽 能夠激發他們這邊的一些潛能吧 然後在接下來的比賽中 能夠讓他們的潛能兌現吧 第一季冠軍中國四大傳奇 接球人物之一周瑞 第一季人氣球員佛山林書好 鍾顯超 鍾顯超是我戰狼的隊友 他的身體素質是我覺得 在亞洲裡面頂級的身體素質 因為他去年在打那個東亞 我們那個聯賽的時候 突破進去隔著兩個老外 一個折疊的一個爆扣 就是整個亞洲沒有幾個後衛 可以做出這樣的動作 他是其中一個 美國著名扣將布萊登 北京奧神隊主力球員 曾征戰美國AV聯賽球員 Sam 美國哈林巫師隊 NCAA一級球員 美國FIFA三對三 波羅里哥冠軍火線 美國哈林巫師隊 曾效力阿根廷印尼等國家職業聯賽球員 瘋子 美國哈林巫師隊 曾效力於澳大利亞SBL國家職業聯賽 Big J大腳 測試賽馬上要開始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藍隊的主教練 馬布里有什麼賽前宣言 You ready to beat them? 我也覺得你們會贏 但不是今天 哇 把這個畫帶給他們 其實要給他們做出一些心理的壓力